这种什么警开头的讯息就是错误讯息 一般叫Lumber Lumber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Name 一般就是 Name 就是定义名称的错误 像刚刚有个警 NA 有没有 Not Available 如果你看到REF REF就是Reference Reference就是参考错误 参考错误就是我找 我没办法帮你找到你要的资料的意思 OK 那名称错误的话 我觉得当然你就是要知道说 你上面有几个名称不存在 像那个单位台没有 还有像那个这边的话是销售额没有 那怎么办呢 其实可以把它重新定义 那我刚刚的话 我们是 一栏就是一栏一栏就分两次定义 不过 上面那个从选取范围建立有个更厉害的功能 你如果选两栏的话 他一次可以帮你建 两个名称 如果你有很多栏的话 你可以建很多个名称 所以为什么要教各位这个方法 因为如果你有很多啦 你一次就全部给他建立好了嘛 对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功能 平常都有在用 所以 随便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个功能太好用了 如果工作里面不会这个功能 我说真的很多事情 就非常很难做啦 OK 所以我这边只是提供给分享一下 那个使用经验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当然刚刚的东西 应该就恢复正常 OK所以你以后看到 方面 那个 只要错误讯息那不严重啦 你可以马上知道说为什么错 就把它修正 那问题 就会不存在了 最怕说你看不懂那个错误讯息会很担心 然后会觉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就很混乱这样 其实有的时候反我觉得 尽量用比较简单 然后一理解的 一种方式做事情 你会觉得做得很 很步调啦 很优雅 之类的啦 反正这个感觉上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 如果要再产生一个所谓的什么呢 产生一个另外 我们这边也另外一个 这个可能给各位做练习 就好了 因为这个差不多意思 那个什么呢 区域部分 区域的话 那我可以把 这个工作表复制过来 复制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拖拉加Ctrl鍵 拖拉然后加一个Ctrl鍵放开 它又多一个了 就一模一样 那可以拿这个来做修改 这个的话也许叫什么区域就可以了 拖拉加Ctrl鍵 就是复制工作表的意思 OK那这样 是最快啦 OK然后呢把这边呢 名称部分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 这个区域复制一下 其实这边也有 那拿这边也可以 刚没看到 OK那这边的话呢就直接把它贴上就可以 那笔数部分的话这边可以重新再来 不过其实如果已经有公式你就直接 插入函数然后不要抓产品名称 是要抓区域 所以区域的话刚刚应该就把它建立起来就好了 这个区域 所以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从选取范围建立顶端列 区域就有一个名称了 刚已经见过了 不过会有个问题 刚刚这个区域好像已经叫区域了 所以如果你这边又叫区域好像会有重复的名称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干脆把它 取名称叫区域2之类的 名称不要一样就可以了 这个部分一样是 是指这个不然会跑掉 那这个可能就 不能用重选与范围建 因为它直接抓这个名称 所以我们干脆呢直接 这边 选取它 这个范围的话 叫区域2或10 区域 名称不能一样 它不能重复 所以我直接把它输入之后 多一个数字好了 假设我的习惯是 再把它加一个数字2 然后 按个Enter 那所以一样的方法呢 我们就 这个部分就请各位 再把它自行完成 其他就是区 这边的话 一样 delete它 F3 然后区域2 这个假设是区域2 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笔数就算完了 东区 北区 台数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针对这个 也是一样 或者是你不用 插入还是直接在这边修改 可以 F3 然后区域2 里面帮我找一下 然后台数 帮我统计出来了 那销售额的话也是产品名称部分 把它改一下 F3 然后改区域2 这样子按 打勾 向下填满 然后每一区每一区就算完了 OK OK 那这个就是 这个 产品跟区域报表的 就是一个简易报表 我们是用那个 移除重复加 COUNIF 再加上 那个SAMIF 再 顶多是把定义名称部分 再延续 说明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要用 这个 函数的方式来做 我用枢纽分析表 要怎么做呢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 苏纽分析表 所以你会发现 苏纽分析表前置作业 还蛮多的 那主要就是要把 资料 做成 苏纽分析表 他可以接受的一个 资料的一个格式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 来 假设 我如果要用 苏纽分析表 帮我做成 类似 像这边 各位看到的 像 产品的一个 简易报表 的一个 栏数的话 其实用 苏纽分析表 非常简单 第1个 邮标请你 再切回到那个 通讯产品 第2个的话呢 找到插入里面 有个苏纽分析表 那就可以做后续动作 那请各位一样 先把那个区域 先练习 待会我们来看 苏纽分析表 这个部分 该 怎么做 的一些细节 要